西闹庆元宵 上元节吃元宵可能始自于宋代 不过当时称作福元子 到明朝才改称为元宵 古时候年头是好的开端 吃汤元以象征家福 吃元宵象征着全家人团圆平安的吉兆 元宵制作方式因地而异 但都以糯米粉为皮 元宵内馅口味有分甜的、咸的 不论口味如何 都是非常美味的一项应景食品 另外元宵的煮法 不论甜或咸的煮法 都是先将元宵放入滚热的开水中 让它慢慢滚热 待浮上水面后再滚三分钟即可 此时加入糖调甜度 咸的在这个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不同之处就在于咸的要加入铜蒿 冬菜、芹菜及香油等调味料 就是咸的元宵了 看完了做元宵后 有没有发现制作元宵动作简单 其实很适合全家自己动手 不仅能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出更健康更美味的汤圆 元宵节又称为灯节 而花灯是元宵节的主轴活动 花灯种类很多 如寺庙的彩灯、店铺的挂灯等 而演变至今 由观光局及地方政府结合民间资源主办的花灯主题 则在于提升欣赏及观光价值 再再加深了元宵的欢乐气氛 除了吃元宵、提灯笼之外 还有许多热闹的庆祝活动 哇,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台南县的盐水风泡 是不是很漂亮、很刺激呢? 不过看风泡时 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才不会受伤 除了放风泡外 有的地方会举办放天灯的活动 我们可以在天灯上面写下心愿 期许新的一年能够更美好 哇,一盏一盏的天灯在夜空中闪烁 好美好美好 好美好 好美好 还有,十多地方会举办猜灯米晚会 小朋友也可以来抢答哦 还有,十多地方会举办猜灯米晚会 小朋友也可以来抢答哦 原宵节的民俗盛会 除了南部的盐水风泡 北部的平溪天灯外 绝对不能错过台东的炸邯丹爷 台东炸邯丹爷的由来众说纷纭 在道教的说法中 邯丹财神为商朝武官赵公民 又称赵玄坛 因为很会理财,很有钱 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武财神 又据说,邯丹爷怕冷 所以人们就丢鞭炮为他老人家驱寒 只要是邯丹爷的神教所到之处 总是火光四起,鞭炮声大作 扮演邯丹爷的角色 全身几乎都是刺龙刺凤 因此,邯丹爷另称为流氓神 头戏红金 额上绑着印有邯丹爷字样的黄带 身上挂着天使印 口鼻蒙着打湿的黄毛巾 上身赤裸,紧着一条红短裤 右手再吃一把榕树枝叶 威风凛凛地站在藤教上 便是肉身邯丹爷的一贯打扮 仪式开始的时候 邯丹爷上了教 让四名壮硕的标情大汉扛起 在前头绕几圈后 不一会儿功夫 鞭炮便从四面八方扫射而来 刺鼻的烟枭味 加上重重烟雾 将邯丹爷 引申于炮声隆隆的弥漫烟雾里 只能见到邯丹爷 手持的绒树叶不断摇晃 成为邯丹爷手上 唯一能遮挡鞭炮的工具 为何使用绒液呢 在民间绒树叶是有辟邪之用 但这里最主要的功能 是让肉身邯丹爷挡鞭炮 保护眼睛 并将面前的烟雾扫去 以免影响呼吸 传说鞭炮炸得越旺 那一年的财运也就越旺 因此当地在放鞭炮 都以一大卷计算 鞭炮层层叠叠铺满马路 就等邯丹爷驾铃 好集中火力密集轰炸 为自己带来万事如意 财运分通的好运气 来年的财运就会越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